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人这一生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,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,过去的事情最终都会像过去一样消失,一切都会消散在浩瀚的宇宙中。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,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,当他们离开时,他们什么也没带走,他们来去匆匆,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。 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,我们只是沧海一宿的过客,退休后,我们经常会思考这辈子活着的意义是什么? 有人说是为了来尘世间吃苦,有人说是为了延绵后代,也有人说我们是来凡间报恩。 刘勇说,人就这么一辈子,你可以积极地把握他,可以淡然地面对他。 看不开时想想他,以求释然吧,精神颓废时想想他,以求振作吧,愤怒时想想他,以求平息吧,不满时想想他,以求感恩吧。 因为不管怎么样,你总很幸运地拥有这一辈子,你总不能白来这一遭啊。 有人评价刘勇是一个很认真生活,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。 原来,我们每个人活着就是为了超越自己,活出自己,也就是郭德刚常说的那句,担心好事莫问前程。 56岁的范女士说,女人活着,不过是为这几件事情,像有新生,竟有新转,人要活得阳光明媚,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。 为了爱自己和身边的人,杨将百岁敢言说,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 范女士说,我们女人活着的意义,首先是要学会爱自己,很多女人活倒了,把怎么爱身边人放在了首位,时间长了,心里就会因得不到回馈而生气。 其实,女人最终的活法就是活好自己,才能够有能力有爱心去对待身边的人。 我们来尘世间走一遭,要体验到爱情的心动,感受婚姻的美好,体悟生命的真谛。 年轻时,总以为自己是活给别人看的,得到别人的认可才是我们最好的生活。 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只有活好自己,为自己活一回才能够真正活明白。 范女士今年56岁了,退休6年,以前的生活都是围着儿子和老公转,只要是儿子想吃的,想要的,他都会尽量去满足。 后来儿子读书工作了,他又围着老伴转,可他却发现自己越是对老伴迁就,老伴反而对他越是不在意,甚至说话都是轻视的语气。 慢慢的范女士明白了,女人自己都不爱自己,谁还会在乎你的感觉呢? 自从范女士把心和目光收回来后,努力做好自己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不再围绕着老伴转。 他发现,老伴对他的态度改变了很多,再也不会说范女士这样不懂,那也不知道。 尤其是范女士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做出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,老公会以范女士为骄傲。 在外面一说,范女士满脸的自豪,似乎范女士给老伴挣了荣誉一半。 范女士说,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后,会发现,我们最终活的是自己,外面的热闹都是别人的,自己内心的安宁才是最好的活法。 爱自己的女人才有能力去爱别人,为了追求失于远方的梦想,还记得当年顾老师火爆全网的辞职信吗? 那句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,让多少人羡慕,羡慕他的勇敢和努力。 我们每个人都有失于远方的梦想,然而真正实现的人实在太少了,现实生活里的各种牵绊,让我们内心的失于远方只能想想而已,等到退休了,想去实现又被孙辈牵绊。 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是我们青春年少时的梦想,总以为来日方长,日子还很多,余生的时光都是自己的,可以去实现失于远方的梦。 56岁的范女士退休后,老伴还没有退下来,每次想出去游玩的时候,都要先给老伴准备好各种滋味的饺子,包好了冷冻在冰箱里,还要为老伴准备出换洗的衣物,时间稍微长一点,老伴都会打电话抱怨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像话,有老婆跟没老婆似的。 这几年的疫情,范女士没有怎么出去旅游,但也过出了自己想要的失于远方的意义。 她每天都在按部就班的生活,趁其锻炼身体,为老伴做精致早餐,打发老伴上班后,上午的时候用来学习,看书写文字,在网络里与知趣相投的人一起进步,彼此相互鼓励, 在老师的带领下,她现在已经学习自媒体写作三年了。 虽然上稿不是很多,但自己的账号却做得风生水起,跟粉丝们的互动,让范女士体会到了生活里的失于远方的美好。 她们一起谈退休生活,谈太极文化,谈读书尽心。 范女士说,我的那些粉丝们,虽然我们不曾谋面,但心却是相通的,彼此鼓励着,也诉说着女性更年期里的不爽,以及对生活一世感的欢喜。 人活着就是为了能够真正体会到失于远方的梦想。 为了看着子女成长,感恩父母,汪曾祺说,家人贤作,灯火可亲。 有家可回,有人在等,有盏灯会为你守候。 看似平淡的每一天,都是不可复制的幸福。 每当我们在外疲惫不堪的时候,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我要回家。 家是我们生命的港湾,是我们身心栖息的地方。 那里有生我们的人,也有我们生的人。 人生一世,善待生我的父母,善待我生的子女。 一家人和睦相伴,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 把每一个平淡的日子过得风盈饱满,每一次的相伴,过得感恩幸福。 林语堂曾说,幸福无非就是四件事,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,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,三是跟爱人聊聊家常,四是陪孩子做做游戏。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,陪伴子女快乐成长,做父母眼中的好孩子,做孩子眼里的好父母。 当子女说自己最崇拜的人是父母的时候,我们的陪伴是有成效的。 人生一世,短短几十年,活好自己,活得意义非凡,就是在平淡里活出生活的真滋味,活出生命的真性情,活出我们想要的模样。 王小波说,人在年轻的时候,觉得到处都是人,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。 其实,人到了退休的年岁后,就会发现,人生一辈子始终活的是自己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